1月12号 石家庄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启动 12号上午 在石家庄金玉兰湾小区的广场上 记者看到前后左右间隔一米间距的路面上 都用胶带贴上了一个白色标识 小区居民正在有序排队进行烟饰子采集 据金玉兰湾社区党总支书记孟子涵介绍 为了减少小区居民接触 该小区规划了单程线路 从广场排队采集完成后从地下车库回家 这样不仅可以做到人员少接触 还可以避免拥堵 这次的话可能速度更快一些吧 而且更有序一些 上次的话就排队时间比较长 现在越来越有经验 检测的同志们都非常的配合 也非常的理解 只有咱们共同的努力遏制住这个疫情 我们也是招募了大量的志愿者 有很多志愿者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的志愿者队伍当中来 我们大概这回报名的志愿者有一百余人吧 第二次和第一次不同是什么呢 我们这回用这个扫描身份证的方式加快了这种采集速度 减少了居民排队时间 记者在石家庄淮东社区电鉴小区了解到 石家庄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启用了核酸检测信息采集系统 用手机APP直接扫描身份证即可完成信息登记 提高了采集效率 据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赛介绍 他们对辖区内所有行动不便的人员都进行了统一登记 将上门进行掩饰子采集 我大概是在五分钟之前下来的 然后现在的话 从检测开始一直到结束 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这次检测非常规范 小区人们不像以前等的时间长 医护人员尽心尽责 我们就举到身份证就能扫码 非常安全 这次第二次核酸检测 我们全部都是采用用手机来扫描身份证件 这样的话就会快速高效完成这次检测任务 减少居民在外面受冻 长期瘫痪在床下不了楼的老人们 我们进行同意的登记 等其他居民我们检测完以后 剩下的我们进行入户 来为老人们来进行检测 据了解 石家庄市政府要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争取用两天时间完成 根据检测量 人员分布及构成等合理设置采样点位 同时每个采样场所都要配备充足的专业采样人员 信息录用人员 秩序维护人员 确保采样期间不扎堆 不排长队 闲机合理 有序高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